在社区方面,由非盈利机构美中国际文化艺术育才协会主办的2022关爱自闭症儿童圣诞慈善文艺会演,日前在洛杉矶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演艺中心举办。 本次会演的联合主办单位包括好莱坞文化传媒集团、世界夫人基金会、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九星财富和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美中国际文化艺术育才协会创委会长丽莎晨老师表示,举办这样活动的目的除了展示自闭症儿童的才能,让孩子们通过音乐使自闭症的症状得到改善, 同时也为了让公众更加了解自闭症,消除公众对自闭症认识的误区,给予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理解、包容与接纳。 今天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举办这次自闭症孩子的圣诞联欢会,也是年底了让他们的才艺得到展示。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陈慧毕,美国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马壮,九星财富金安金课堂导师三立伟参加活动并致辞, 赞助单位代表美国大西北总商会副会长袁晨亲自送来圣诞礼物并与表演嘉宾合影留念, 九星财富全美总监,世界富人全美秘书长Andrew Lee担任慈善文艺会员主持人, 知名青年歌唱家,世界富人2021年度全美冠军刘良子演唱了《美丽家园》, 著名青年歌唱家,世界富人全美副秘书长杨子平和自闭症儿童Mark合作表演经典曲目《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爱的孩子们表演了钢琴演奏、合唱、独唱、武术等多字作材的节目, 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得到了全体嘉宾的热烈掌声和一致赞叹, 圣诞老人给每一位参加活动的小朋友们赠送了精致的礼物, 晚会最后由丽莎老师带领全体孩子们合唱圣诞歌和《你是我的骄傲》。 本次慈善晚会的总策划,丽莎老师和Alice率领的义工团队为整个活动布置了场地及提供茶饮, 还专门安排义工扮演圣诞老人、米老鼠等可爱的卡通人物, 赢得所有小伙伴们的喜爱。 凤凰卫视白亦成洛杉矶报道